意外發生後攝氏的610線輕鐵停在兆康站 大批工程人員在路軌上搶收 檢查路軌和車輪 又拍照記錄 港鐵說 事發在晚上8時半左右 一架往元朗方向的610線輕鐵 進入兆康站1號月台時 車未轉向架的車輪 在一個倒叉位置出軌 車上大約20個乘客要疏散 沒有人受傷 會詳細調查事故起因 公司十分關注這次事故 我們亦都在這裏 向仇鄉的乘客致歉 輕鐵人員今晚會在現場 繼續調查和復修的工作 相關輕鐵我們都會 將它安排回去車廠 進行更加詳細的調查 了解回事故的原因 兆康站暫時封了3個月台 港鐵說要確保安全 才灰局服務 受事故影響 614線往元朗方向 和614P線往少康方向要改道 期間 港鐵安排免費接駁巴士 來往屯門站至少康站 有聖電視記者 韓恩奇報道